56. 楚天都市報2015年7月20日報章《靈異要民逃文》 85歲太婆深陷江鞭於黎市民發現後 民警緊急施救楚天都市報信逃遺 兩位民警把老人送到警務站後幫他洗臉楚天都市報記者 朱希勇涉楚天都市報信 記者吳昌說實習生肖文月85歲太婆前天晚上逃失 昨日傍晚出現在白沙州長光大橋武漲岸邊的一個於黎坑裡掙扎 行歸路人發現後報警 民警趕自迅速施救 太婆平安見到家人 昨日傍晚6時19分 110接到一名過路市民報警 有個太婆陷在白沙五路小學旁邊於黎溝女 可能有危險 清零警務站巡景周傳 劉超立即駕車趕去 此處是一大片坊地 四周空無一人 看不到太婆在那 也聽不到呼舊聲 一大片空地夾雜著沼澤 有多過於黎坑 兩巡景邊坑邊找 搜索了十多分鐘 終於發現 在一個土堆和水溝之間的一個黎鬧裡有個人 走近一看 果然有個人躺在泥漿中掙扎 已分辨不出頭臉特徵 嘴在開合卻發不出聲音 兩名巡景小心翼翼地沿著泥鬧邊緣搜索 終於拉到一隻手 小心翼翼把人拖到岸邊 撫去口鼻處的淤泥 如逃 抱進警車趕回警務站 民警用水桶打來清水為獲救者測試 120急救醫生檢查後 判斷太婆已無大愛 幸虧營救及時 一旦窄息就有生命危險 太婆緩過境內 說出小兒子的名字 民警聯繫上她的家人 昨晚九時許 太婆的愛孫女質疑 女婿等人先後趕到警務站 愛孫女看到外婆和運身是泥的民警 激動得哭了起來 不停道謝 太婆的女婿黃先生介紹 老人聲揚 85歲 患有老年痴癌 前晚十時許從白沙周家旅出來後走實